小生初出生高,必读必会必掌握古诗词252首 今天介绍第27首,独座静庭山 唐李白 众鸟高飞进 孤云独去弦 相看两不厌 唯有静庭山 一文 群鸟高飞得无影无踪 孤云独飘得自在悠闲 静庭山与我对视相看 彼此之间互不相艳 看来能够真正理解我的 只有眼前的静庭山 本诗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鼻祖 李白的一首五言绝句 下面从内容练字 写作手法 情感主旨 四个方面进行鉴赏 一 内容 本诗描绘了 诗人在静庭山 独座时的 所见 所感 所想 以及 所意会到的深层雅趣 前两句 众鸟高飞进 孤云独去弦 以极其简练的笔触 描绘出一幅空旷寂寥的画面 众鸟已然飞进 天空仅于一片孤云 悠然飘去 营造出一种宁静 而略带孤寂的自然氛围 或两句 相看两不厌 只有静庭山 则表达了诗人将静庭山 比喻为生命中的 感情深厚的诚挚老友 且揭示了自己于 静庭山之间 相互守望 彼此欣赏 灵魂互通 相互唯一的深厚情感 二 练字 从以下两点进行鉴赏 诗人在本诗中的用字 可谓简洁凝炼 且深寒意韵 一 诗人使用了能够表达 双重意义的字词 例如前三句中的 静 弦 燕 这三个字 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字 一方面能够准确地传达景物的特征 另一方面又能够深刻表达诗人的情感 例如 静字 表现了群鸟 飞去的是如此干净彻底 营造出一种天空的燎原感和空旷感 再例如 贤字 则赋予了过云与自在贤士的意象 该意象与诗人孤独静聚的心境相呼应 再例如 燕这个字 则是通过反衬 强调了诗人于静庭山之间情感的深厚 于持久 这三个字 充分表达了盘踞诗人内心很久且无法排解的深切孤独感 与久久不能释怀的怀才不遇感 二 诗人使用了具有表达情感意思的字词 后两句中的相 两 只有 这三个字词 前两个字 相和两 把诗人与静庭山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传达出浓厚的相依相恋之情 而只有一词 则重点突出了自己与静庭山之间相互守望 彼此欣赏 灵魂互通 相互唯一的深厚情感的唯一性 三 写作手法 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鉴赏 一 本诗采用了欲情与景 情景交融的写作手法 诗人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绘 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情景中 使得景物具有了人的情感与生命 二 诗人巧妙地运用了对比与衬托的手法 如 猪鸟与孤云 人与山 这两对对比 这两对对比 扑出了诗人的孤独感 与静庭山的独特魅力 三 本诗运用了动静结合的写作手法 例如 例如以 众鸟 高飞 静 之后 天空的静 与孤云 独去弦 之后 天空的弦 以及 孤云 在独自飘荡的 这个动 两个静 衬托了一个动 形成了动静结合 以动衬静的写作效果 一方面 已经 衬动 衬托出了诗人心灵的孤独和寂寞 另一方面 为后面的人 山 对坐 对视 互看 不厌 做了铺垫 四 本诗采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 后两句 写 诗人与静庭山 互相对坐 对视 两看不厌 一方面 将静庭山 人格化 个性化 另一方面 表达了诗人与静庭山之间的 相惜 相知 且 心意相通的 真直情感 五 本诗还蕴含了深刻的哲理思考 如 相看 两不厌 这句 既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 也反映了 诗人对人生 对自然的深刻 感悟 以及 内心的 寂寞孤独 无法排解时的 苦楚 四 情感阻止 本诗通过 对静庭山景色 和诗人行为的描写 在表达了 自然界的宁静美丽 与诗人对大自然的赞赏热爱的同时 也表现出 诗人内心深处 被孤独寂寞 惆怅不安 所折磨后 对超脱世俗 回归自然的渴望 与追求的情感 再见